這邊的話是因為他給我的是一個台股指數禁月 那有很多天 那因為我覺得剛開始他因為很多天他可能會沒辦法招架 就是說太多天了 所以我建議他先把一天先做出來 再去做多天的 因為很多時候思考你不要一下子拿那個太高難度的 這個會把自己考倒 但是如果你先拆成一天 或者拆成小部分 然後再延伸出去的話 我想你應該可以漸進的把問題給解決出來 那首先他當然也是寫了很多 不過整理出來他的問題大概就是兩個 他寫了好多 至少寫了一千個字有吧 可是我光看到那個我都不知道怎麼回復他的email 但不回復他好像又有一點不夠認真 然後回復他我要看很久 不過還好就是 因為我可能了解他的邏輯可能還比撰寫這個程式來得更花時間 所以寫程式大概花了三分鐘五分鐘就寫完了 可是我要知道他做什麼我可能要想很久 我看半天終於懂了 原來他的需求是這樣子 第一個 所以後來整理出兩個 第一個 他開盤價就是買進成本 就是8點45分 8點45分的這個開盤價 第一個要把它call過去 就是說第一個動作你要先把它call過去 所以這個就是你的買進成本 那第二個就是說找最低價這個欄位裡面 只要找到什麼 找到跟這個成本相差 就是低於這個買進成本30 30點 然後呢就把那個30點這個位置的居欄 旁邊寫一個 比如說這個是-30 然後呢就跳離了 就不要再找了 就是只要找到一個最低點的 開盤之後最低點一個就可以了 那就跳離了 OK 他的需求大概就這樣而已 那因為一天 一天 這個5月5號 不過他有多天的話 我的處理上 我就跟他講說 你先處理5月5號的 所以5月5號的一天裡面 ctrl向下 總共會有300 畫面先記錄一下 總共會有300 300 300筆記錄嘛 因為這個好像固定的規範嘛 就是每一分鐘 然後一直到收盤應該是 下午的1點44分吧 這是45分 可是他這個資料就到44 我不知道他這個是少1D還怎麼樣 反正他給我什麼 我也不是 這個對我來說我是外行啦 反正我看到他給我什麼 我就幫他做什麼出來就對了 好那規則應該知道了吧 應該很簡單嘛 只是說把這裡面 這個一天裡面 總共會有300 300筆記錄的開盤價 call過來 然後在最低價裡面呢 找到 只要是-30的 他就怎麼樣呢 他就把旁邊 居然的這個地方 寫一個-30 那我就幫他寫好了 不過這個地方 你們下載的那個 是沒有寫好的 我寫好了之後的話 直接怎麼樣 直接按下去 他就可以產生我們要的結果啦 所以你們等一下可以想想看 不要一次告訴你們答案好了 不然每次你們就已經等著 找-想-最好是可以想一下了 那一天做完之後的話 有多天 所以這邊有兩夜 一個是一天的 就5月5號的 一個是5月5號到5月11號 不過中間好像有那個假日 所以5月11 5月19號跟10號是禮拜六禮拜天 所以沒有紀錄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5月5、6、7、8 再加11 有5天 5天裡面 有一個邏輯都一樣 第一個把5月5號的開盤價 放在買進成本 其實就是F藍的 應該算是第二列 那再來下面是300 變302列 再來602列 再來一樣300的倍數 OK 然後去幫他check一下 如果我說他這個最低價裡面的藍位 只要比成本來的小30的話 循序的往下找 找到之後呢 就在損益藍位裡面輸出一個-30 之後呢就不要再往下找了 這一天就結束了 就換下一天了 所以這邊會用到一個 前面好像有用過的一個語法 叫existful 有沒有 如果說你往下 跑到某個條件的時候 你不要往下跑的話 那就是跳離這個回圈 會有個exist existful 應該有印象吧 我記得好像在那個年曆裡面有用到過 然後一天兩天總共五天嘛 所以你要跑五天的那個回圈 那也是做同樣的動作 也是一樣怎麼樣 按一鍵就完成了 這邊有個清除範圍 反正這個範圍 做完之後也可以把它清掉了 反正大概的需求是這樣 應該了解意思吧 這個邏輯還蠻簡單的 不過他寫給我是非常非常多東西 他寫了好幾封mail 每次大概都一千多個字 因為我也許他可能不知道我要的是什麼吧 所以我覺得隔行如隔山就是這樣子 其實我只是希望告訴我這樣子的訊息 就類似像這樣Q 他如果告訴我這樣子我就看懂了 他不是喔 他寫了好多喔 而且他還巨細迷的還跟我講說什麼什麼開盤架 什麼出如此類的 反正他要解釋一下 不過那些對我來說應該不是最重要的啦 因為那個東西可能 我只是想幫他問題解決啦 OK 那所以只要你工作上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都是可以跑出來的 沒有問題 只要是他是符合什麼 列跟藍 還有哪個儲存格 你就可以跑一個回圈 去把你要的條件判斷出來 再輸出什麼東西 再某一個儲存格 這些其實都是辦得到的 我想你們工作裡面一定會有很多這些東西啦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以後的話 如果你不懂這個一件完成的方法 你要用人工來處理的話 你只能處理個兩三天 我想你應該就已經很累了 更不要說你是處理幾個月啦 甚至幾年度的 那如果說你會這個方法的話 甚至你可以幾天幾個月 幾年都可以跑出來不會有問題 甚至最後可以把結果分析一下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輸出一個報表 自動完成 一件完成 可不可以啊 這都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前提就是說 你要慢慢的能夠把我們前面所學的東西 為什麼我講了那麼多 比如說Sales Range這些物件 然後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有一些回圈 做一些邏輯判斷 其實就是要幫助各位提高效率嘛 那最重要就是自動化嘛 自動化就按下去 自動就一鍵完成了 其實大家都會喜歡有一個按鈕一鍵完成 但是誰去寫 其實也是個問題 而且誰寫得出來 對不對 我覺得這當然有點難度啦 但是 因為我是經常在做的 是可以比較快可以處理完 但是 其實我之所以可以現在可以這樣啊 其實也是一個過程 也是累積的 所以我有跟各位講過 反正就是把這些應該做的範例 你把它慢慢全部串連在一起啦 它可以發揮很大的效果 OK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有興趣的同學 等一下可以到雲端上面 我有把它放在那個雲端上面的 雲端白板裡面吧 雲端白板裡面最下面都好幾個範例 有沒有這些範例 有空可以自己玩玩看 這中獎集裡有沒有講過嗎 好像有吧 對不對 還有人事考評 這個有嗎 好像沒有 好像有講到 沒有嗎 好像有 飯店沒有啦 另外就是這個 我剛剛放上去的 股票尋找最低價 但是上面還沒有答案 還沒有答案 當然之後也會放上去啦 只是我希望你們可以想想看 再給你答案 你可能會 因為你想過之後再給你 會更加的增加 增強你的印象 那再想想看說 你想出來的跟我想的不一樣 還有就是你想出來的東西 會不會你的程式就一大堆 也有可能啦 因為我發現有的人如果初學者 因為他也有試著寫 可是他寫出來的東西 就是 有那個樣子 但是就是跑不出來 總是會卡在一些地方 不過沒有關係 你們就想想看 怎麼去做 OK好 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股票找出最低價的 那等一下呢 我們要繼續來看 我們原來的進度 那請各位開啟文字遊戲 首先呢 請你把C欄的這個地方 範圍先清掉好了 那如果我的需求是這樣 一鍵完成 可以自動幫我把 這幾個人的Email信箱放在這裡 並且後面記得是加豆點 那當然如果你不寫程式的話 有沒有什麼方法比較快 其實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文字串接有個技巧 這個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 然後第一步就是等於B 它就帶過來 那這個下面的儲存歌等於什麼 等於 先等號 等於上面的 然後AND AND的一個豆點 豆點的話呢 記得是怎麼樣 記得加上那個雙引號 加一個豆點 然後再AND什麼呢 AND它左邊的部分 就是上面串 左下角的這一個 然後按打勾 那串兩個之後的話 其實 往下拖拉的話 其實這個答案也會出來 有沒有 因為它又串它 然後又中間有加一個豆點 它又串它 又加一個豆點 它又串它 阿不就全部串在一起了 OK 那這個部分是不寫程式的情況底下 不過當然還是要做很多動作才能完成 先做這個丟到這邊來 那這個再把上面的跟什麼呢 左邊 左下 就是它的那個 應該說 左下的這個 把它串在一起 中間加豆點 但是如果今天的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可以一鍵完成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有沒有辦法就按一個按鈕 自動幫我把結果放在這裡 實際上這個前面也講蠻多的嘛 比如說 當然思考一下 惡劣到最下面一列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的需要是 把這一個 這個在B欄對不對 那B欄裡面的資料呢 能夠暫時存放在某一個 這個地方因為需要暫存 所以用一個S 當成在暫存的一個字串 S等於什麼 S自己本身 and and 這個C欄 B欄裡面的東西 然後並且怎麼樣 後面還要在串 所以這個會有個Sales Sales 然後I 豆點 什麼B欄對不對 所以這個寫法好像 前面寫一堆了 and 串接一個什麼 串接一個豆點 然後它就一直串 一直串 全部都串在這個S裡面 最後再把結果這個S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也許你可以指向一個Range C6 但是這個位置如果會變動的話 你可能就是最下面一列的 這個C欄的位置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好了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